二十國集團峰會結束發表聯合公布 同意需要將全球平均氣氛升幅控制在涉時1.5度以內 但沒有明確設定全球達到碳中和的限期 國家主席習近平就連續第二天以視像形式 在二十國集團峰會發表講話 習近平在視像講話中呼籲全面有效落實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及巴黎協定 堅持聯合國主渠道地位 以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為基石 以國際法為基礎 以有效行動為導向強化自身行動提升合作水平 他自出近年災害天氣頻發 應對氣候變化緊迫性上升 國際能源市場近期波動 都提想必須統籌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 兼顧應對氣候變化和保障民生 主要經濟體應該就此加強合作 又說氣候變化和能源問題是當前突出的全球挑戰 事關國際社會共同利益 亦都關係地球未來 他認為國際社會合力應對挑戰的意願和動力不斷上升 關鍵是要拿出實際行動 二十國集團峰會結束 會後聯合公佈敦促積極落實全球氣溫升幅 控制在攝氏1.5度內 但是沒有明確設定全球達到碳中和的限期 二十國集團結束在意大利羅馬兩日峰會 發表的聯合公佈首次認同全球平均氣溫升幅 維持在攝氏1.5度的重要性 之前有專家指出要達成這個目標 全球要在2050年之前達成碳中和 不過聯合公佈沒有明確設定全球達到碳中和的期限 其中中國、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 都將碳中和目標定在2060年 結果聯合公佈只是含糊地定名 希望在本世紀中之前或前後達成碳中和目標 聯合公佈亦承諾今年底前停止向海外新增 未減排的燃煤電力提供國際公共資金 被認為是對應中國在9月作出 不再新建海外煤電項目的承諾 但在中國和印度一直拒絕定下期限 逐漸放棄本土燃煤供電之下 今次的聯合公佈依然無法就此定下目標 二十國集團也都會提供一千億美元 給發展中國家作為適應氣候變遷的成本 國家主席習近平就連續第二天 以視像形式在峰會發言 呼籲全面有效落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和巴黎協定堅持聯合國主導地位 以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為基石 以國際法為基礎以有效行動為導向 強化自身行動提升合作水平 並強調要兼顧應對氣候變化和保障民生 峰會東道主義義大利總理德拉吉 就形容兩天的峰會成功 又強調各國需要奉行多邊主義 應對國際關鍵議題 並指出外界如何評價二十國集團 是基於他們的行動而不是言論 美國總統拜登認為 雖然峰會在氣候變化上取得顯著進展 但點名批評中國、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 表示需要繼續聚焦這些國家的不作為 無線電視記者楊德偉報導 上海迪士尼樂園和迪士尼小鎮 因為有新冠病毒確診者到訪 即日開始停止遊客進入 我們傳媒報導 杭州新生一鐘桿桿 患者上個星期六 曾經到上海迪士尼樂園遊玩 迪士尼度假區在昨晚說 為了配合疫情流行病學調查 停止遊客進入 原來遊客離開時要接受核酸檢測 24小時後再檢測 兩次結果都是呈陰性之後 亦都要接受12天的自主健康檢測 央視報導 上海當局規定 昨晚和今天曾經入園的所有人 必須去醫療機構做檢測 接受兩天的閉環管理 青海有廣狼由東北引入10棵仙女果樹 在大室北干漢土地山根發芽 8年間漲出7萬棵 風石飽滿 色澤鮮艷的果實 結滿成片的仙女果樹之頭 成為青海海東市高郊灣村 干漢山頭上一度亮麗的風景線 在8年前 韓常歡從吉林引入10棵仙女果樹 嘗試種植栽培 仙女果學名感受海棠 成熟後酸甜識口 集觀賞鮮食於一身 它既內寒又內寒 剛剛好適應青海溫差大 和紫外線強的環境 韓常歡在近萬畝種植基地 種了7萬棵仙女果樹 今年的產量近8萬噸 全部已經被網上預訂 果園的規模 亦吸引周邊的農戶來打工 未來韓常歡計劃 將鮮女果加工為果汁、果醬和果乾等的產品 帶動周邊農戶共同致富 無線電視記者袁思恆報導 內地疫情方面 昨天山增92宗確診 半島病例佔59宗 其中黑龍江27宗、金肅10宗、河北9宗、內蒙古6宗、明夏3宗、浙江、江西、山東和青海各1宗 境外輸入病例有33宗、累計確診九萬七千多宗、而香港累計一萬二千三百四十六宗 孫筆是中國四大名筆之一 安徽一個九十後孫筆製作師參加製筆大賽 希望傳承有二千多年歷史的孫筆製作技藝 孫筆一位產於古孫舟而得名 它的製作自長朝開始一直延續到唐、宋達到鼎盛時期 孫筆之鄉安徽敬遠黃村鎮 第一次舉辦孫筆製作技藝大賽 來自省外的一百多個孫筆像人 分別參加三個組別的比賽 1992年出生的姚政房嫁到黃村鎮之後 就跟隨他老爺學習孫筆製作技藝 雖然只學了兩年 但修筆技藝已經少有所成 文化站站長說 目前孫筆製作技藝像人 平均年齡已經五、六十歲 老齡化較為嚴重 年輕人願意學習 對孫筆的推廣和技藝傳承 有好好的推動作用 無線電視記者周恆恩報導 二十國集團峰會結束 發表羅馬峰會宣言 當初積極落實 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攝氏1.5度內 但沒有明確設定全球達到碳中環的限期 峰會宣言也提到 期待明年的北京冬奧和冬殘奧 二十國集團結束在意大利羅馬兩日峰會 發表的峰會宣言 首次認同全球平均氣溫升幅 維持在攝氏1.5度的重要性 之前有專家指出要達成這個目標 全球要在2050年之前達成碳中和 不過峰會宣言沒有明確設定 全球達到碳中和的期限 其中中國、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 都將碳中和目標定在2060年 結果聯合公布只是含糊地定名 希望在本世紀中之前或前後 達成碳中和目標 峰會宣言要承諾今年底前停止 向海外新增未減排的燃煤電力 提供國際公共資金 被認為是對應中國在9月 作出不再新建海外煤電項目的承諾 但在中國和印度一直拒絕定下期限 逐漸放棄本土燃煤供電之下 這次的峰會宣言依然無法就此定下目標 二十國集團也都會提供一千億美元 給發展中國家作為適應氣候變遷的成本 峰會宣言最後也提到 期待北京2022年冬奧和冬殘奧 應用來自世界各國運動員競技的重要機會 國家主席習近平就連續第二天 以視像形式在峰會發言 呼籲全面有效落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和巴黎協定 堅持聯合國主導地位 以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為基石 以國際法為基礎 以有效行動為導向 強化自身行動提升合作水平 並強調要兼顧應對氣候變化和保障民生 峰會東道主意大利總理德拉吉 就形容兩天的峰會成功 又強調各國需要奉行多邊主義 應對國際關鍵議題 並指出外界如何評價二十國集團 是基於他們的行動而不是言論 美國總統拜登認為雖然峰會在氣候變化上 取得顯著進展 但點名批評中國、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 表示需要繼續聚焦這些國家的不作為 無線理事記者一樣都是報道 無線理事記者一樣都是報道 為有什麼事記者和課程 有些人們是藏著進展